从以色列回台旅客 一续下飞机 有人满脸眷容 一开始担心差点回不了家 当下的心情很复杂 12天行程 后面三四天 不是在饭店 就是在防空洞 原本预计11号要从台拉维府返程 但国泰停飞 改从约旦安曼起飞 当地时间11号 从安曼到杜拜 晚上转机从杜拜到香港 台湾时间12号下午 才从香港抵达台湾 永信旅行社派人接机 发送红包和小礼物 巨匠旅行社也到场 送红包帮旅客压压金 在以色列最恐怖了 听到空气警报 澳门是有听到 上面好像是以色列 燃截飞弹爆炸商 其实当下听到防空警报 是有一点害怕 其实说实在的家里人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 媒体报道 其实他们都很紧张 旅途中尾巴冲突突然发生 领队也说最困难的是安抚旅客情绪 还要镇定协调板机 我们已经进了饭店以后 才被通知取消航班 都没在睡觉 你看这三天的假期 统统没有了 对 黑眼圈都出来了 12号下午回台的两团旅客 包含永信18人 巨匠28人 巨匠旅行社 目前还有另一团28人 已经脱离以色列 预计13号清晨就会返台 旅客也说能平安回家 就是旅途最大的幸运 TV新闻 林志伟是莫杰草 二人桃园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